不满动保议题 在修宪公庭会上再度被缺席 动保团体打扮成猫狗老虎绕行 立法院抗议 修宪要选择 修宪不缺席 我国宪法历经七次修订 前总统李登辉主政十年内 完成了六次修宪 国事会议成为凝聚共事的重要关键 正为修宪有着高门槛 必须经立委四分之一提议 四分之三出席 及出席委员四分之三决议 才能提出宪法修正案 公告半年后交由公民复决 有效统一票需过半约 966万票才能通过 但民进党版却打算降低修宪门槛 也让这一党质疑 难道是为独裁铺路 国会过半的情形 很多的东西他就直接的碾压过关 修宪的部分 如果同样的门槛降低的话 我们担心执政党他可以为所欲为 甚至像帝制我们都不排除 他有发生的可能性 以后干脆我们直接修宪 民进党万年资政不是就结了吗 开民主倒车的一个事情 这样的修宪却只透过临时会 草草召开公厅会 就想强度关山 只有一种生意的修宪 哪来的共识 立委也忧心只剩多数碾压 要开国序会议 你这个是超高门槛 社会一定要大的共识 否则你白忙一场 公民复决也不会通过 大家够种的话就改国号 看你们承担得起结果 请民进党不要被权力冲昏了头 两岸冰冻就怕休闲门槛降低之后 要面对的恐怕是 惊涛骇浪的台海危机 理解中阁报道